5月3号上午7点41分左右 南北韩军队在边界驳火 中部前线地区的监视哨 被北韩发射的数枚枪弹击中 南韩军方也两次开火示警 每次发射十多枚子弹 所幸南韩方面没有人员伤亡或设备受损 南韩军方称事发当下起了大雾 可是距离不到一公里 北韩不太可能选在这个时候进行挑衅 而且北韩军方在开火之前或之后 都没有任何异常 与之前的挑衅相当不同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三日受访时认为 这是偶发事件 韩联社报导 韩军消息人士4日透露 联合国军司令部军事停战委员会 将派特别调查组前往现场调查 了解当时情况 并将就北韩是否违反停战协定 做出最终结论 2014年9月至10月 金正恩疑似也因为生病消失 40多天就在他现身后 南北韩也接连爆发冲突 2017年11月12月发生两起北韩士兵投陈事件 双方再次交火 2018年4月南北韩签署板门店宣言 2019年7月川普在访问南韩期间 跨越分界线与金正恩短暂会面 这次南北韩是时隔两年多后再次驳火 南韩股市4日上午开盘下跌 收尔综合指数开低后曾跌穿1900点 跌幅2.6% 跌至1896点 其后跌幅收窄 新唐人也还电视张其林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